当一群考古学家最近发掘出近15000年前的人类海骨时 他们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 这些远古人的牙齿上有许多蛀洞 他们蛀牙的罪魁祸首和今天折磨我们的东西一样 那就是生活在我们口中的某些细菌 这些细菌从出生时就开始伴随着我们 一般而言它们是从母亲的口中传给孩子的 当我们的牙齿开始生长时 它们便开始形成菌落 我们所吃的食物和我们所摄入的糖分 可以使得某些细菌过度增殖并形成蛆齿 高糖饮食会导致我们口中 一种叫做变形练球菌的细菌爆发式的增长 就像人类一样 这些微生物喜欢糖类 并将糖作为生长的基石和能量的来源 当细菌消耗糖类时 它们会产生一种酸性的副产品 比如乳酸 变形练球菌可以免疫乳酸的腐蚀 遗憾的是我们的牙齿并不可以 尽管我们每人的牙齿上都有一层质地坚硬 起保护作用的牙幼稚 但是这仍不是酸的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酸会侵蚀这层盔甲 溶解其中的钙元素 渐渐地酸会为细菌侵蚀出一条通道 直达被称作牙本质的牙齿内层 因为牙齿的血管和神经都被保护在最深处 在这个阶段 逐渐扩大的取齿并不会造成痛感 但是一当细菌继续侵蚀 超过牙本质的范围 神经就会被暴露 同时形成强烈痛感 如果不加治疗 整颗牙齿就会受到感染 并且需要拔除 这都是由那些耗糖类细菌导致的 摄入食物中的糖分越多 牙齿受到的威胁就越大 然而那些山顶洞人几乎不会有甜食盛宴 那么他们的取齿是什么造成的呢 在多肉的饮食中形成取齿的风险较小 因为瘦肉中包含很少的糖分 但是我们的祖先不仅仅吃瘦肉 山顶洞人还会吃根类蔬菜、坚果和穀物 这些食物都包含碳水化合物 当碳水化合物暴露在唾液中煤的环境时 它们便会被分解更为简单的糖 这为那些贪婪的细菌提供了养分 所以尽管我们的祖先相较我们摄入了更少的糖分 但它们的牙齿仍暴露在糖分之中 虽如此 这并不代表它们不能治疗取齿 考古一记显示 在约14000年前 人类已经会使用磨尖的碎石去除烂牙 远古人甚至做了最原始的钻头 用于磨瓶留下的粗糙的取动 并将风蜡注入注孔 就如今天的填充物一样 如今我们有了更加成熟的技术和工具 这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需要面对更具破坏性的多糖饮食 工业革命后 人类取齿发生率飙升 这是因为突然之间 我们有了更加先进的技术 使得青面糖变得更加便宜和义得 今天92%的美国成年人有取齿问题 真难以置信 某些人由于基因遗传更易形成取齿 这些基因会导致如牙幼稚更软等问题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高糖摄入才是罪魁祸首 但是我们已经发展出了降低糖类和淀粉摄入之外 减少取齿的办法 在大部分的牙膏和自来水中 我们添加了少量的孵化物 孵化物可以强化牙齿并促使牙幼稚生长 以抵抗酸的侵蚀 当取齿产生后 我们利用牙齿填充物去填补并封闭被感染区域 防止它们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然而 预防取齿的最佳方式仍是降低糖分摄入 形成良好的口腔卫生 以消除细菌和它们的食物来源 这包含日常的刷牙、踢牙 避免摄入糖类、淀粉 和在各餐之间会附着于牙齿上的粘性食物 渐渐地 口腔中的耗糖类细菌便会减少 和以前的山顶洞人不同 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预防取齿的知识 我们只需运用它 吃到嘴里的食物不仅影响牙齿健康 还会影响大脑 观看这段视频 了解不同食物对心情、体能和发育的影响